那大豆翼黃銅在現在有一些研究上面有發現說 我們如果補充可能每天40毫克 然後長期下來的話會有減少細紋的效果 哦 這就很重要了 沒錯沒錯 所以它才會被就是被說是可能具有抗老化的一個效果 了解 但是我這邊讀資料有發現啊就是 欸豆漿的那個大豆翼黃銅 就剛剛營養師提到的這個營養素 它其實是不太容易被人體吸收的 對對對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辦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天 你有沒有一個驚艷 有一天突然照鏡子的時候 發現自己臉部的膠原蛋白好像流失了很多 這時候啊就希望趕快把可以補充膠原蛋白的食物都吃過一輪 但是我們這樣子吃真的有效嗎 這一集來幫大家問一下營養師囉 來邀請到的是營養師林宇君接受我們的訪問 營養師好 大家好 營養師現在大家很夯的一個話題就是過了25歲之後膠原蛋白就會流失 那我們到底要吃什麼才可以真正的補到膠原蛋白 比如說第一個反應是不是像是豬皮啊 魚皮這種東西 它們是有效的嗎 嗯 呃 通常大家覺得有效的都沒有效 哦 哈哈哈 就是可能 我們最常聽到的就是剛有提到的豬皮啊 魚皮 然後或者是木耳 哦對對對 QQ滑滑的感覺吃了就會肌膚跟著羊變 感覺就是一起端端這樣子 對對對 但其實食物中的膠原蛋白啊 它的分子結構實在是太大了 哦 我們透過我們自己肠胃的消化啊 其實是沒有辦法把它分解成 像是呃可能保健食品裡面的那種 膠原蛋白分子小的 呃結構來吸收的 所以其實呃 魚皮豬腳木耳這些它都 木耳之鈴鐺別論它其實不是蛋白質 它是它是比較偏蔬菜是 呃水溶性纖維的 所以它更不含膠原蛋白 哦 所以我們先解釋一下 膠原蛋白它其實就是一種蛋白 對 嗯 然後它的分子其實是需要比較小一點 才可以讓我們靠吃來吸收 對 所以食物中的基本上 沒辦法做到補充 哦 那那那到底要怎麼辦 哈哈哈 就是與其我們去吃這些 呃豬 呃豬皮啊魚皮這些 剛才有 忘記跟大家提醒一點就是 除了沒辦法有效的 補充蛋白 呃膠原蛋白以外 這些食材就是魚皮豬皮 它們其實都是你知道吃起來就會 會滑滑的嘛 其實它油脂含量是很高的 哦 對啊 一定是比較油膩的感覺 沒錯 然後又有可能會 你長期吃的話又會變成一種 高油脂的飲食 又會刺激你的皮膚出油 對 所以相比它並不是很好的一個補充方式 那如果想要補 就是 幫助我們的膠原蛋白生成的話 與其吃這些 你不如吃優質的蛋白質 嗯 然後搭配上一些抗氧化的營養素 像是維生素A啊 C E 這三種 三大類比較常見的 呃 可以幫助我們去維持我們身體裡面的 膠原蛋白才是比較好的方式 那營養師你剛剛提到的維生素ACE 它們分別有什麼樣的作用 可以幫我們分別介紹一下嗎 可以 呃維生素A的話 它其實可以避免我們的膠原蛋白被分解 所以對於肌膚的這個彈性啊 Q彈的 呃 保養是有幫助的 那維生素C跟E其實 不免俗它就是非常好的抗氧化物質 嗯 對 所以它對於我們身體裡面的 一些氧化壓力啊 或是自由基的侵害 都是有就是避免的效果 對 那這些營養素 我們可以從什麼樣的食物來做攝取 嗯 維生素A的話 很好認就是 我們食材中如果偏橘色或紅色的 哦 幾乎都有 就是 像紅蘿蔔 對 紅蘿蔔 南瓜 就有 對 然後再來維生素C的話就是 蔬果類最多 對 那蔬果類也是比較好攝取的方式 是因為我們直接吃 所以它不太會受到可能烹調高溫的影響 減少那個維生素C的含量 那 維生素C最多的是 芭樂 嗯 對 台灣的芭樂 其實吃一顆 半顆到一顆 因為 大顆的那種的話 半顆就可以滿足一天需要的 100毫克的 大家會以為是奇異果最多 因為大家都說嘴破就要吃奇異果來補充維生素C No 請支持台灣的芭樂 哈哈哈 對 但奇異果也是啦 我們 它是好的 所以我們也還是要推薦大家 當你買不到芭樂的時候吃奇異果啊 木瓜也是哦 草莓也是 它們都是維生素C含量比較高的水果 對 那如果你想要從蔬菜吃的話 像是甜椒 甜椒維生素C含量也非常高 對 那再來維生素E的話 主要會是在堅果類的食材裡面 堅果很多種耶 對 但是因為它這個堅果種子它的特性就是 維生素E基本上每一種都有 只是它的含量多寡 不一樣而已 可是大家都有 嗯 那其實除了靠飲食來補充 還有另外一個方式是 不要讓它流失的這麼快 對 沒錯 那飲食習慣會影響它流失的速度嗎 會 呃像是大家現在現代人最喜歡的精緻糖 手搖飲裡面的糖啊 或者是蛋糕啊 這種下午茶茶點裡面的糖 都會增加我們身體裡面的糖化作用 嗯 對因為糖其實 呃除了是提供身體能量以外 過多的時候會跟身體裡面的蛋白質去 就是有一些化學作用 就會產生就是糖化的中產物 這個東西 那它會有這樣的糖化作用的話 就會跟 影響到膠原蛋白的結構 所以也會就是 加速我們膠原蛋白的流失 哦那這個糖化中產物 它是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它會有什麼樣的危害 除了加速膠原蛋白的流失之外 嗯 除了去影響我們肌膠原蛋白以外 糖化的中產物它其實會透過血液 在我們身體裡面去做就是運輸嘛 會呃 流到各個地方 那它就會造成各個地方的一些氧化壓力 或者是一些發炎反應 所以其實它是整體身體健康的影響 哦 所以就像我們常聽到的慢性發炎 對 其實也跟這個有關係 也有關係 哦了解 那所以說膠原蛋白它的確是會隨著我們的年紀 這樣子慢慢一點一滴的流失對不對 對是會的 真的是以25歲這個當門檻嗎 其實也不完全是啊 只是通常到25歲的時候大家那個年紀最在意 就是也不是說 就最在意然後剛好我們就是代謝也是到一定的狀況 然後開始有一些如果你沒有保養 然後你前面多年來學生時期累積的一些負面影響 然後你才真正開始關注到自己說 哇原來就是青春在流失這樣 嗯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避免它加速流失 或者是說我們要怎麼樣減緩這個皮膚的老化 就變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那養食如果平常我們想要保養 除了塗塗抹抹之外 有沒有什麼樣靠吃的方法 也可以來改善這個肌膚老化的狀況 嗯 如果想要維持我們肌膚的膠原蛋白 或是Q彈的感覺的話 呃優質蛋白質是一定要的 嗯 那優質蛋白質就來自於就是我們平常吃的肉 或者是我們的豆製品 就是含有蛋白質的都不錯 那我們會建議說以植物性蛋白質為主 然後因為它可能就是一些飽和脂肪的含量比較低 膽固醇也比較低 就比較對健康比較沒有負擔 那通常你們會最推薦的是哪一種 最推薦的喔就是豆腐啊 或是你有辦法可以直接吃黃豆的話也可以 嗯 對但最常見通常是豆腐啦 大家比較可以接受 而且感覺熱量比較低 對對對 是相對比較低沒錯 對比起一些肉類 對比起一些高柚子的肉類是比較低的 對然後魚類也不錯 嗯 對就是白肉類基本上都還不錯 所以你的選擇可以是豆製品 然後白肉製品 嗯 然後再來就是紅肉 因為也不是說完全不吃 但是它可以作為輔助性的去補充我們其他需要的營養 它們是有很不錯的這個抗老的效果 對對對 那另外就是豆漿呢 因為豆漿感覺滿常被營養師推薦的 嗯 豆漿還不錯 它主要是它裡面的大豆漿黃酮 對大豆漿黃酮其實它就是一種類 雌激素的一個物質 然後在研究上面是有發現說 因為我們可能女性到更年期之後 雌激素可能就會分泌減少嘛 那如果有這樣子一個長得很像雌激素的東西 大豆漿黃酮 它就可以刺激我們身體就是 讓我們減少一些更年期後的反應 可能就是身體不舒服啊 情緒比較壓力比較大啊等等的 對 那大豆漿黃酮在 呃現在也有一些研究上面有發現說 我們如果補充可能每天40毫克 然後長期下來的話會有減少細紋的效果 哦 對對對 這就很重要了 沒錯沒錯 所以它才會被就是被說是可能具有抗老化的一個效果 了解 但是我這邊讀資料有發現啊 就是 欸豆漿的那個大豆液黃酮 就剛剛營養師提到的這個營養素 它其實是不太容易被人體吸收的 對對對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辦 哈哈哈 其實我剛剛說的那個實驗啊 就是那個研究嘛 它吃大豆液黃酮有效是因為它用的是萃取出來 直接它不是直接吃黃豆 它是萃取大豆液黃酮 所以讓大家去吃這個 單純就是大豆液黃酮 所以它的劑量比較高嘛 那但是如果我們平常吃的黃豆裡面 其實它有97%甚至超過97%是非活性的 是人體沒辦法直接吸收的 哦真的喔 對 就其實如果我們想要透過這樣一般的飲食 然後來吃到足夠的大豆液黃酮的話 是有困難的 然後但是如果我們還是想要從天然的方式來攝取的話 有一種方式就是我們在煮 我們用那個黃豆來煮豆製品啊 或者是豆漿之前 我們先用溫水 溫熱的水大概50度左右 可是它可能要靠機器啦 就是現在不是會有一些豆漿機嗎 豆漿機 但我們要賣商品 大家如果有辦法做到的話 就是我們用50度的水 然後要恆溫喔 然後浸泡大概8個小時左右 讓它這樣的一個溫度的狀況下去 活化我們的那個 黃豆裡面本身的大豆液黃酮 然後這樣子再去做烹煮之後 才可以增加它的吸收率 這樣子 只是因為我們要讓它維持一個長時間的50度 有點難耶 有點困難 除非你有那個舒肥機的那個棒 那個加溫棒 不然其實是有困難的 所以才會有一些就是 類似這樣的機器出現來輔助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是有點難度 那我們還是回歸到飲食均衡 對 均衡飲食還是最好的 因為肌膚的保養也不單單只有大豆漿黃酮可以搬到 剛剛提到非常多的抗氧化的一些營養素 維生素ACE這些還有B群 都是非常好的保養的一個營養素 所以想要皮膚抗老回春 除了這個補充膠原蛋白 那防止營養的流失 那避免的皮膚老化就是保養的最重要的事情喔 好 那今天我們謝謝營養師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營養師 不會 謝謝大家 如果想要皮膚抗老回春 記得喔這一集營養師的建議趕快學起來囉 那節目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如果你喜歡早安今天的影片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 要記得打開小鈴鐺才會收到我們的追星通知喔 出門 我們下期了 多謝 去做點補充 在做點補充 比夷 其實我們歡迎